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讲《藏传净土法》为什么叫《藏传净土法》呢 因为这个《极楼莲万世》作者是乔梅仁波切 他的主持也是喇喇琼哲仁波切 因此他们的教言许许多多是以藏地的经和论里面 来自经和论所以我们这次也取名为《藏传净土》 汉地有些人包括学净土宗的认为既然是藏传净土我就不听 如果是汉传净土我可以听也有这样的说法 也有这样的说法有些人跟我讲因为你开头开得不对 提了藏传两个字很多人就退了 我说 事实就是这样的其实汉地的一些净土宗的人 我想是应该了解藏传净土里面怎么讲的 这样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退的话也没办法 所以学一个净土宗的人我只学汉传不学藏传的话 那是不是太狭窄了 在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有些人的心态是各种各样的 我本来也是担心很多净宗的人害怕 或者是对密宗有诚见来开一个净土办 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在这方面比较注意 害怕藏传的教义最好不要染上它的相续 其实就像以前华智仁波切说的一样 如果真正是藏传的道理懂的话不一定是对它有害的 很多净土宗的人他们学了以后才感觉得到应该学 通过这样的学习对他们的行为包括念佛 对观想各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收获 也有相当多的汉传净土宗的大德也好一些居士也好 都特别地欢喜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和学者希望也没有必要分得很细 我们要了解的是应该是众的佛教 这个很重要的众的佛教 以自己的牌 自己的上师 当然我们也对自己经传的一些加持来讲 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 或者是经传的一些上师但是有过于的 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解释谁都不承认 口口声声除了自己的宗派以外 好像有诋毁的言辞的话 这样也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我觉得没有必要 法王如意宝为什么他的弘法力声如是广大 原因就是无偏的发心 无偏的发心应该说对很多众生来讲是容易接受的 所以我们发心也好 弘扬也好 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以自己宗派的基础上 对所有十方的无偏教言也好 大德的修正要随喜这样以后 一方面自己的相续也有调整烦恼 或者自证智慧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同时自己的事业也是会展开的 我们这个人无始以来都是 因为被自己的小小的窝已经制服着 控制着 这样在这个世间当中受着无量无边的烦恼痛苦 如果我们还把自己的心量没有放开 没有让广大的大乘佛法的教义来摄持的话 恐怕永远也是会漂泊的不能回归 因此大家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应该对所有的这些法门有观清净心 就是观清净心同时自己也尽心尽力地修学这种殊胜之法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十部善业当中的最后几个里面 一部善业里面应该讲《害心》 那么这个《害心》是这样讲的 使者对于与自己关心不好的敌人 即使不是敌人但由于心怀恶意的缘故 而对他人拥有的财产 受用 名誉 地位等生起了难以堪忍的嫉妒心 并想倘若能够加害此人那该多好啊 这个人遇到了不心该多好啊心举不良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叫做《害心》 一般来讲害心和诚心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意思的 因为我们心里面产生了害他人的心 从这个角度来讲害心 不断地生起成怒之心 从那个角度来讲 嗔恨心 因此对自己关心不好的敌人也好 有些人可能不是敌人 但是对别人有一种恶意 凡是看见别人的受用也好 财产也好 名声也好 这些的话没办法接受 生起嫉妒心 心里面都是默默地发愿 他们遭受很多损害或者遇到不幸 多么好啊 我们有些人可能 人的心态不来都是很坏的 得谁都是有一种存有恶意 其实这种恶心应该是毁坏很多的善根 好像佛在《异教经》吧 佛在《异教经》里面说过 说是 承灰之害 则破诸善法 承灰之心 能破诸善法 所以我们害别人的心 或者对别人的荣华富贵 智慧名声等 无法接受的心态会毁坏自己的善根 也障碍很多的修正 汉地很多的大德经常都是用一个 应该《华元记》的树草里面的一个词吧 就是说一年诚信起 百万掌门开 经常很多老和尚都是用这个词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教义 包括对论典的道理不一定特别接受 现世间的一些比如说做生意或者各种各样的 这些理念比较精通的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吧 有时候我看起来都是外面的很多 包括藏地的有些寺院里面的很多出家人 对善法方面的意乐比较弱 然后世间的一些机器的使用 还有比如说世间的一些电脑 手机 各种各样的一些道理很有兴趣的 一讲起来闻思 修行 摧毁烦恼 在这方面一方面兴趣也没有 再加上行之背诵教义 实际修持 这方面都比较缺少 的确是可能汉地也有这种情况吧 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而世间当中的有些在家人 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些在家人 不管是在一些公务员也好 老师医生也好 还有一些世间人做生意的这些人 自己在本忙过程当中对善法的意乐特别强 始终都是带着一些法本 经常关系一些善法的意义 对业因果 生死轮回等一些甚深的教育方面 一直惦记着 一直关心着 随时随地如果遇到了有缘者的话 提出一些疑问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作为一些寺院的主持也好 出家人也好 在这方面不应该有个名声就好了 应该是在实际行动当中切切实实要修行 对善法有兴趣 而且以这样的善法来经常对照自己的相续 如果自己一旦获得了这方面的教义的时候 尽量帮助众生 这个很重要的 外面的一些意识 外面的各种各样的 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搞一些活动 放鞭炮 很精彩 很热闹这些都是 一方面来讲我们活在欲界当中 有些意识也并不是特别反对的 但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最主要的是 内心当中的一些真正的进步这是非常需要 那么在这里就是讲什么叫做黑心 这个黑心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存有这样的恶心 经常都是但愿别人受到损害但愿别人受到痛苦 尤其是自己关系不太好的人一旦遇到了种种困难 心灾禄火 特别高兴 如果这样可能对你来讲生生世世得到不快乐 这一点特别重要以前我看过一个叫做《前山鹿》 《前山鹿》里面讲了一个 宋朝的时候的一个姓姜的吧 姜月安是什么 然后他不像现在的社会他有了十个孩子 这十个孩子全部都是残疾人 残废的 有一个是脖子 一个是痴呆 还有一个是笼子 有一个是哑巴 有一个是瞎子 还有一个好像在监狱里面死了的 还有一个他双足都不能行走的那种人等等 他十个人对十个孩子都是没有一个正常的 后来有一个人问为什么他说 我也想不起来做很多恶事 但实际上我家庭找到了如是恶欲 恶难 很倒霉 他说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要别人发展 别人有一种快乐的时候 我心里面特别地难受别人获得的时候我有失去感 别人快乐的时候我有痛苦感 别人说的一些善法在这个时候我才是怀疑 别人说的一些恶业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相信 很相信这个是对的 除此之外我也想不起来什么 后来那个人就跟他说 你尽量能不能把自己不好的心态改掉 这样以后也许你的家庭的命运会改变的 但后来他短短的经验当中尽量地改变自己的恶习 漏习逐渐逐渐他的家庭里面的孩子全部都一一地正常起来 所以这是在汉地来讲比较聪明的一个故事 我们世间当中有一些这种业就像《俱舍乐》里面讲的一样 现实现报可能即生当中也会出现的 有些隐藏在你的阿赖耶上面 不一定是短短的时间当中有感觉的 但总的来讲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人心里面 还是有一些特别恶毒的心 表面上看来这个人还是很善良的 很开心的 实际上内心里面一直毁坏别人这种心态属于害心 所以在我们不善业当中这个是一般来讲看不出来 比如说杀生别人也看得出来自己也是很容易发心的 内心的恶心和成灰心没有遇到特殊的因缘之前 外面也不一定暴露出来的当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 本来你脾气不好心里面对别人有坏心 那么一旦你们两个小小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个脱破口的时候开始爆发出来 这也是可能你的成禄之心在陷于外面 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样我们要知道 心里对别人害心的过失相当大的 最为严重的害心是对于严厉的对境 佛菩萨以及自己的上师还有父母怀有恶毒之心 最严重的当然是对佛 菩萨 声闻 阿罗汉等等的圣者 就是产生恶性 但这个故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佛和这些圣者都是断正圆满的 这种断正圆满的菩提加罗可以这么说吧 对他产生恶念这个过失是相当大的 好像《三恶分别经》吧《三恶分别经》里面也说了 于佛起恶心 毁谤生轻满 如大地狱中受苦无穷尽 如果对佛陀产生恶心或者说对佛像 对佛经 对佛塔 佛代表的这些三宝所业佛代表的这些圣口意的所业 产生恶心 毁谤起轻满性 那这样这个人的后果堕入到大地狱里面 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这是佛经里面讲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严厉的对境产生这种恶性 确实果报很严重的有些可能前世的原因吧 有些人对佛教本来都是不应该有什么特别不满之心 但始终比如说佛像拿出来了或者佛经拿出来了 就马上他就起恶心了 包括有些出家人和佛教徒家里面的人 他不但是不信佛反而一看到佛像就特别特别地生气 就生气其实这个过失也很严重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些道友也是没有办法救的 所以这是一个事情 还有对上师和父母有恶心也是严厉的对境 包括一些比丘 出家人对他们产生恶心 也是过失是比较严重的应该是刚才《三恶分贝经》里面也说了 有诸受取取 于是及比丘 受取取 指的是我们讲的菩提加罗 以前《入中论》当中也是有的 就是有些菩提加罗对上师 对比丘 如果生恶心的话那么这个人因为暂时起恶心的原因 会堕入地狱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了以后 大家可能应该注意有些时候实在是没办法控制 对上师也好 对其他出家人产生这种恶心的时候 就马上制止自己的分别念加以忏悔 马上念金刚萨埵心咒或者转变自己的意乐 这一点是应该可以的 其实有时候心的恶念很难控制的 尤其是有些人今生当中没有造善业 没有强有力的对治法 前世的前世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 这些恶业依靠一个特别轻微的一种因缘 马上开始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凡部阵对治的能力都比较弱 所以很难控制的 有些人都经常说我对某某上师经常起邪见 然后我都问过为什么起邪见 他是不是做了一些坏事没有做什么坏事 但是我一看到他就特别讨厌特别生气 这是应该跟前世有一些关系 不然今生当中我们对一般的一个世间人 也不一定产生这样的恶意 也有这样的关系 那么乃至对于包括旁生在内的友情 如果产生加害之心再过化非常的严重 甚至我们对一些旁生这些尽量不要对他产生恶心 如果产生恶心以刹那的意念 确实是造了无量劫痛苦的因非常可怕的 特别是不了知密宗金刚成甚深行为之意 而对加害自己或施主当原地魔障 根本生不起刹那的悲心 从开始就企图下灭他们一直怀着嗔恨 嗔心害心 但他们却没其名誉这是密宗的降伏事业 实际上这绝对是恶意恶语 他这里讲了特别是有些人不了知密宗 甚深的一些见解 修行 行为等等 还有对密宗的一些降伏法的用法 或者生起子弟 圆满子弟的经济 什么都是没有的 只是对加害自己的一些鬼神 或者加害施主的一些鬼神 把他们看作真正怨恨的敌人 然后对他们一刹那的悲心都是不屑 一刹 刚开始的时候就想着 噢 他们就是我们所降伏的对境了 一定要把他的鬼神消灭掉 然后以嗔恨心来开始进行降伏 念一些恶咒 做一些降伏的仪式 那这样的话其实表面上看来都是 而我正在搞降伏事业 但实际上这个过失相当严重 以密宗作为借口 以嗔恨心降伏法 这特别严重 尤其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些学密宗当然是为解脱的 有些也有少数人依靠密宗的降伏法来 很想害自己的怨敌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千万不能这样做你观察 观察自己的心 如果真的成有这样的心那这不是个大乘佛教徒 的确现在有些可能我们学院稍微好一点吧 在别的地方把密宗看成真的是害敌人的一种法要 啊 比如说有些修念四愤怒法 有些修金刚诀法但目的是什么呢 某某人对我不好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们家破人亡 胜败命令 有各种目的然后开始狠狠地念咒语 这样的现象也有 以前有一个道友听说他天天都是修金刚诀 然后金刚诀他天天指向一个方向 后来极个别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天天念这样的金刚诀 他说在我这个金刚诀指向的那个地方 有我怨恨的敌人他对我关心特别不好 他害过我所以我这次到这里来 求到了这个法以后我准备把它降服掉 天天都是以特别尖锐的声音念咒语 其实这种想法真的是心里面有一种恶意 嗔恨心 包括有时候我们生病现在北方那边 经常有一些所谓的腹体 护线 他们有些人为了取出他也是念一些降服法 念一些恶咒 听说有些上师一定要把我相续当中的这些鬼神消掉 上师们也是有通过各种方式 当然具有慈悲心的基础上做一些降服衣柜的话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做梦的时候他的根本上师也说过 末法时代的时候即使没有深渊次第的修正 表面上做一个功德是特别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基础完全是一种恶意 密宗当中根本不会有这样的降服法 这一定大家应该清楚 那么这样的害性谁的相续当中会容易产生呢 无有惭愧心的一律种种心胸狭窄 心里肮脏 然后胸中充满恶意毒水的 这样的人们容易生起那种害性 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惭愧心的 心里面分别念特别重的 我们有些人可能心不是那么纯洁分别念特别重的 在那种人心里面产生恶心产生这样的害性 那么害性是由于三度产生主要是由嗔恨心引起 所以主要是由嗔恨心引起的 他的异熟果必定会将堕入三恶趣当中 这是不言而语的 那么跟前面的十佛善意也是一样的 应该会堕入三恶趣 我们心里面坏这种心也是堕入三恶趣当中 应该在《正法念珠经》当中也有说明的 还有《华严经》里面是吧 《华严经》里面也说了 《华严经》里面讲的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 如果他转生到人当中得二种果报 得二种果报里面第一个人们对他求一些长短 因为前世生害性的原因人们对他经常评价求长短 还有经常会遭到损害 所以在我们获得人间的时候 有些人本来都是清清白白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人们经常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无缘无故当中受冤枉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以前心里面产生害性经常害别人的原因 还有有些人不知不觉在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 经常遇到别人的攻击 欺负或者迫害 这也是有些真的是前世的原因 我们世间人说我真是倒霉 命不好 我的小命该断了 该尽了 有些人自保自愿地开始说 但其实真的跟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命不好 前世造的恶业有关系的 的确两个人 比如说两个双胞胎 他后来长大以后的路完全是不相同的 父母怎么样给他抚养 生活当中怎么样上一个学校或者同样待遇 心里面也有开心不开心的差别 生活当中一个人很顺利一个人经常遇到 种种取责的一些违缘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对前世的因缘生起诚信 对后世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我如果今生当中造了这样的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十不善业的一些道理 犯了这些罪的话 肯定是我的前途永远都是迷茫的 黑暗的 要有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的话 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这里也讲了转生三恶道 即使他已经有心得到人身 但也是相貌丑陋 愚昧无耻 有些人因为前世曾有害心和嗔恨心 那即生当中很想自己长得漂亮 但是特别难看自己也是每次照镜子以后 很失望 很伤心 有些自己特别难看的人把镜子打烂了 特别不愿意再照 但是第二次还要买一个镜子又要看一次 这也是前世有关系的还有有些是愚昧无耻 自己本得要命 什么都马上集完了以后就马上忘了 好像有一种呆呆的 不知道糊涂糊涂的 这也是跟前世有关系的 有些人 我前两天看学校里面 有些孩子已经读了六七年的时候 现在还要连自己的名字都是成问题的 如果旁生里面也是聪明的话 可能现在都是应该锻炼出来了 但是也没办法的 可是有一个孩子他吃得特别厉害 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吃三到四个人的饭 我们那边学校早上吃一朵脏霸 然后他们就排队 那个孩子他又吃完了又排一次队 就这样排四次队 有一个老师说这个是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就很惊讶地一直看着他 我看看他的肚子好像跟正常人一样的 也不是特别大 不知道他装到哪里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想他有些老师问我 他为什么这么笨 为什么 我说其他也没办法 不知道可能前世有关系 真的有时候人的智慧 记忆 还有很多事情跟前世是有关系的 有些道友也是背论典或者记什么知识的时候 就很容易过目不忘 看一遍两遍马上记下来了 就很简单的不用什么费力的 背什么论典都是特别特别简单 但有些人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也是最后自己特别的伤心 哎哟 太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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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开始打自己 还有我们那边有个小孩子他特别笨说的 我今天就开始跟你们讲小孩的故事了 他是这么笨他第一次特别笨 然后老师准备打他准备打他的时候 他就求老师可不可以你今天不打我 我下一次一定能背诵 然后当天老师打得不是很厉害的 第二天他背诵的时候根本背不到 然后老师准备打他打他的时候 他在自己所有的学生面前说是 老师今天应该打然后老师就给他打打的时候说是 不行 老师你打得太轻了 我自己打吧 啪啪打得很厉害 后来他打得太重了然后老师劝他 不要打了 他说我自己都是恨自己 不行 老师你打得太轻了 应该打 然后老师都劝他不打 不要打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愚痴 就愚痴 身心常为种种的痛苦说别 有些人天天都是不开心 身体不好 我心里 好痛苦啊 很多人受到别人的憎恨 很讨厌 反正来了以后他没有做什么坏事 人人人都是特别讨厌他也有这样的 有些部门当中的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 来了以后大家都是特别特别地恨他 他走了以后很开心 好像真的取出眼睛里面的钉子一样很高兴 生于空旷 空不住特别可怕的一些空旷的地方 还有遍遍野蛮石油争轮之环境当中 像每年都是发生战争的 像一些意识地国家有些地方 每年都是发生各种战亡的地方 经常遭遭 例是病人等恨事 生生世世为其害心 无有生起慈悲的机会 他在世事当中心里面产生一些害心 很容易的 嗔恨心 贪心这些不良的心 有些人他的脏相也好 他的整个心态 产生一些恶念很容易的 心心悲心智慧等一些善念 特别不容易 基本上是不会生起来的 这就是跟前世世有关性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 希望很多道友对十不善业 应该有一个很细微的认识 从内心当中以后就尽量地受持十善业 应该行持十善业 断除十不善业 这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 现在我们佛教徒里面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证悟了 自己修行如何如何好 这种人都是比较多 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对十不善业有个全面的认识 然后在生活当中身体理性的 这样的人的确也不是很多的 因此我们看了很多居士也好 出家人 学这部论典表面上看了这个文字上也很简单的 内容不像因明和中观一样特别难以解释的 基本上我们遇不到这样的话题 但是实际上修行的时候这些法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我刚开始的时候 跟很多道友传法传的时候 基本上是英明的一些教证 中观的一些难题 每天都是讲这个 自己觉得讲得也是不错 给别人讲得很精彩 但现在回顾也许可能随着年龄的上去吧 可能内心的心态有所转变 现在一看的话 以前年轻的时候给别人传的有些法算是一种法 但是实际上对内心的修行并不是有真实的利益 并不是有真实的一些利益 只不过表面上给别人讲很多一些漂亮的话而已 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心态和行为 不一定通过我的讲经有转变的 如果没有转变的话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像看电影一样再怎么样精彩 再怎么样好听 恐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作为修行人来讲 改变相续的确是很重要的 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也很重要 我以前看过一个人说他通过修行奇要 自己的相续彻底已经改变了 然后他一生当中主要修行这一步法门 我看到这个道理之后我也觉得还是很震撼 我们很多人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法门将你的生活彻底有改变的 而且自己内心当中真正认识到 要断除恶业 行持善业 当然有个别的人前世的业业和今生因缘的原因 可能完全不能断掉的也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你首先是要认识 认识以后实际行动当中去行持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恐怕人活着的时候都是自己觉得是大乘修行人 甚至我是一阵证悟者就这样的 但你的前头是什么样的迷茫啊 包括我们一些中阴法里面的窍诀 看了以后每个人都是要面对这样的失望 在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些不善业 全部都是在前面等待着的 不会不感受的在感受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像今天我所感受的快乐和痛苦一样的 因此有些事情应该大家静下心来观察观察 自己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事实上如果对方没有违缘障碍 那么自己如何生起恶心也是不能达到任何目标 而只是会耗尽自己的福德而已 如果我们对别人产生一些恶意的话 别人可能是好的损害都是没有的 萨迦格言里面说是 劝言自己不干和泥土只能堵舍比喻 如果劝言他自己没有干的话 我们再怎么样填泥土的话实际上是不可能堵舍的 那么一个人他福报没有穷尽的话 我们心里面想但愿他一切毁坏 如何发恶缘呢 其实对他丝毫的损害是没有的 自己反而每一次的起行动力造了恶业 最终毁坏自己的 师徒依靠恶主等彻底下灭对方时 如果遇到了那个没有 个别无有福德 实弹力博者 可能勉强对付的 但将实际上是两百俱伤 自己得不到一点利益 既损害了今世又损害了摧毁了来世的解脱道 这个教言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天天念恶咒 念一些降伏法 也许就像《前行》里面讲的一样 实弹力博的一些鬼神也好 对方也可能会摧毁的 但实际上你这样摧毁的同时 你也害了自己的 自己也是得不到什么利益的 《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总令地不喜 如有何可乐 为盼地受苦 不成顺他因 即使敌人 敌不喜 如有何乐 敌人遭到了痛苦 不快乐 这样你有什么快乐的 你只是但愿敌人受到痛苦 但愿遭到迫害 那么这样的心态成了他人的损害以外 不成他人损对不会变成损害他人的因 这成为损害你自己的因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 嗔恨心经常会毁坏相续当中的慈悲心 慈悲心混坏嗔恨心 这两个应该说是互相不共称的 好像是《九母龙寺》还是生翻译的 有一个叫做《坐禅三母经》吧 里面讲了说是 若念嗔恨 悲心灭 慈悲 嗔恨不相比 若念慈悲 嗔心灭调的意思 譬如明暗不共处 意思就是说如果念了那种嗔恨心的话 慈悲心会灭掉的 因为慈悲心和嗔恨心不会共处的 如果产生了那种慈悲心的话 那嗔恨心也会灭掉的 悲心和嗔恨心这两者就像是光明和黑暗一样的 而且我们知道光明和黑暗只要一个存在的时候 另一个绝对不会存在的 因此在这里应该要知道 时时都是观察自己 有时候我们心的状态特别奇怪的 经常产生了 尤其是对自己关系不太好的人遭到迫害 这方面的心态作为凡夫人来讲是比较多的 有些人虽然言行上不能够伤害对方 但心中总是想对方若人才两空出生皆亡该多么好 就这样想哎哟 他们家如果出现一个敌人 全部都没有了堕好 尤其是对自己关系不太好的经常产生这些恶意 可是连让一个舍者咬顶对方的事也是没办到 不要说大的 连一个小小的食指咬顶他的身体这样都是舍得怎么样 结果自己缺入因为生了这样的恶行以后堕入地狱当中 也有些人不只是对于这个地方而是所有的人 言语的是白如牛奶一样也就是说语言特别甜蜜的意思 但内心黑如魔指一样心特别地独恨 我们世间当中经常说是口蜜福建 口头上特别甜给别人都说 你老人家特别好 你的悲心啊 我们所有的道友都是相关系音菩萨 文殊菩萨 世间当中哪有这么好的心里面一直是恨你 所有的人那样的人真的是有的 有些趋势和趋势之间表面上互相都是赞叹 说好话 一直都好像关系特别好一样 但实际上互相一直做很多坏事来害别人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也是属于害性 将成为地狱的罪事也成为鬼魔中心的 他这样的心里面一直特别恨别人的那种人 其实堕入地狱的也将来成为鬼神的 当自己所怀有恶意的怨敌出现不乐意之时 则说 我实在太高兴了 真是佛的加持 我心满意足来 它改变如此 有些人真的有这样的 现在我们一些寺院里面还算是好一点 我看到一些外面的居士团体当中拉帮结派 互相都是关系特别不好 不仅仅是心里面发这样的恶心 甚至现在有些居士和居士之间是这个上师的居士一派 那个上师的一派 互相关系特别不好 如果有一派学习各方面比较成功的时候 另一派悄悄地开始去证服说他们搞什么非法活动 制造种种的一些理由后来取缔 一旦他们遭到了违缘的时候 他们特别高兴心里面该问说这是佛的加持 你看我念护法神的加持 他们现在都是该抓的抓了该均有的均有了 听说外面有一些这样的团体 真的听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可怕 包括有些地方现在也是口头上说是学习佛法 我都是遇到有些一个人 也是我这个人心里面有什么还是直接说 我当面也是批评了很多人的一些 互相金刚道友之间的不团结 互相你是那一派 我是这一派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搞我的 后来这些慢慢地都已经成了无法救药的晚期了 因为我们人的有些关系 出气的时候就像一些癌症出气一样的 就是可以开导 开导以后基本上可以治疗的 有些已经晚期了 晚期就没办法的 包括有些地方连发一个资料的话 互相都不想看了你一定要寄到我这里的 如果你没有寄到我这里的话 我不会去他那儿他那儿去的话我干脆不学了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实际上互相应该是有个很 就是隔阂的那种心态 所以现在外面的一些包括佛教徒当中的确也存在着很多复杂性 在复杂性当中不懂佛教所导致的也有一部分 有些人虽然表面上懂一点但是你没有融入心 没有融入心的话这样的行为出家人也可以造得出来 在家人也可以造得出来所以真正的一些修行人来讲 应该是要想得了每一个众生的善根和修行的命运 我想外面的很多居士应该各方面要注意 不然可能认为这是佛菩萨的加持 你看今天他们家已经出现了这些违缘 障碍 这就是佛的加持可他会跟这样的 反倒是自己真的得到了加持吧 他这里因为对方残造得不信自己如果心灾落合 再与亲自造罪的过失完全是相同的 那这样到底是谁 谁已经得到了佛的加持 他这里佛的加持应该是有双一号的 可能是自己真的已经得到了佛的加持了吧 好 所谓的黑心是地狱的使者 这种心产生后死后也是降落 就像我们仁师徒一样的屠舍般的利己堕入地狱当中 在地狱佛腾的同业里面顿住的时候 你若高兴的时候而是应该高兴 你若心安在那个时候应该心安 他不是很安心吗 很满足吗 刚才说 别人已经遭到了违缘了 我心满意足了 多快了 该佛的加持佛的加持太殊胜了 你看我搞正佛的事真的正佛已经把他们抓了 从此之后再也听不到任何的传承 啊 多好啊 就很高兴 心灾落合 其实你真正的心态当你堕入地狱以后 你正在感受痛苦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是佛的加持 那个时候你心满意足也可以说得上 有些人真的害别人的同时 反而自己今生来世都会毁坏的 以前我看到《大宝藏经》 《大宝藏经》里面有一个人 专门害她的婆婆 是吧 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婆罗门人他娶了一个妻子 然后这个妻子他的行为不太如法 婆罗门为了生存经常要出差 出差的时候她跟其他人经常有不清净的关系 但是她的外婆 你们这么讲的 是拍婆婆 外婆之间有什么差别 反正婆的话内外都已经包括嘛 因为她是中相嘛 别相应该可以 公婆 是吧 公婆是不是婆婆 师婆啊 公婆 外婆是不是一样的 公婆如果是婆婆的话 外婆为什么不是公婆人 这样推理 你已经承认了 公婆是婆婆 婆婆变不变外婆和公婆呢 公婆婆不是中相 婆婆不是中相 那这个名词用得不对 从根本上要改 妈妈不是妈妈 好 这方面你们还是要观察一下 学过隐名的人 没有学过隐名的人不要紧 然后她的公婆是吧 她的公婆是吧 丈夫的母亲叫婆婆是吧 然后婆婆经常制造违缘 后来她想害她 产生害心 但她比较聪明 她没有直接害她把所有的行为 就是吃着 穿着 对她照顾得相当相当的好 后来婆婆也很高兴 她账户回来的时候每次也是对她这么照顾 也很欢喜 有一次说你真是很了不起 你对我的母亲如是照顾她说我这样的照顾也算不上什么 我想她最好的照顾应该让她获得天界的快乐是最快乐的 但她说有没有办法 我们应该你的母亲获得天界的快乐 后来婆罗门说按照婆罗门教的传统 如果让母亲从悬崖上扔出去或者是扔在地洞里面烧死 这样会转生到天界当中去 这是一种办法后来他们共同商量了 在外面挖一个很深的洞准备把它扔在里面 然后她跟其他的亲朋好友一起在那边 摘个摘五吃吃吃喝喝 完了以后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化了把这个地已经挖好了 然后把她母亲扔到甚深的洞里面 他们觉得肯定已经上天升天了就可以了 然后就回来了结果她母亲扔到洞里面的时候 洞里面下面全部是火坎和那种 但中间有一个头坎吧有一点一直没有滚下去 他们也没有来得及看就走了然后她就定住在那里 他们走完了以后他们慢慢就爬上来了 爬上来了以后她准备回来 但回来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远中间有个特别大的森林 然后在森林里面过来结果天黑了 然后老婆婆不敢回来了 森林里面有老虎 人熊 还有毒蛇等等 然后她晚上爬在一棵树上坐着 那个时候有一些刀子偷了一些金银财宝 全部准备分在树下集中 那个老太太特别的害怕也不敢喘气 一直在树上盯着 后来她可能当天有点感冒还是要磕磕 然后她实在是忍不住了最后就磕了 后来那些小偷认为主人来了 就全部都逃跑了 老太太晚上也不敢下来就一直坐着 第二天天亮了以后没有什么事啊 就下来的时候看金银财宝特别多 然后她就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以后首先她母亲来的时候 她婆罗门和妻子特别害怕母亲没有死 后来她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从天界回来的 她把那些金银财宝给他们说 你们以前那些亡人现在转生到天界当中 他们给你们带来的他就开始给他们分 然后这两个人都觉得真的是她生天了 从天界回来了但她说天界特别多的宝贝 可是我老太太力气不信我只能背这一点的 如果你们年轻人去多背一点那就很不错的 后来他们两个已经答应了 然后后面就给老太太做的一模一样 挖深深的洞然后把它推进到洞里面埋死了 老太太已经很高兴了 因为那个妻子心里面很恨她 结果自己一方面可能生贪心 一方面在即生当中自己都是依靠这种方式来离开人间 这是佛经里面有 我大概可能记得这么一个可能具体方便的话 你们《大宝藏经》里面看一下 其实这里面也是讲的一些害心 我们这里已经说了我们如果害别人 这种业果报应可以自己感受 《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若愿众得伤 她苦如何乐若为满我愿 造火七果痴 如果你觉得别人遭到了这种痛苦 我如愿一场的话有什么可快乐的 没有什么可快乐的 如果对方说别的都不是但我心里很满足了 别人因为我觉得对别人造的痛苦是最好的 那我很心里满足的话 那这种说法其实造来的火害再没有更严重的了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心态 还有一个公案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就是古代一个圣山当中有一个师徒两人 就是上师和弟子两人 另一个与他关心不好的一个上师 与他们不合的一个上师一天上师对使者说 另外对他有一个关心不好的一个上师 然后有一天上师对他自己的小声人说 今天坐上好茶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那小声人说听到了什么消息啊 师父啊 上师啊 你好啊 然后他说与我们关心不好的某某上师 听说破戒了 有女人了 然后小声人说是这样啊 上师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还认为你真的已经见到了本尊得数捷了 你这样高兴啊 其实我们有些人心真的很坏的 包括有些上师也是这样的 但保上界尊者听到此事以后 他说信哉罗霍的那个上师 比破戒造罪的那位上师的罪故还要大 就是因为一个人已经破戒了 那破了根本戒的罪过非常可怕的 但另一个人只不过是心里随喜 或者生起欢喜心 当八三戒就说这个过失也远远超过破戒的 所以在前行里面有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吧 这个公案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么这是所谓的恶心 恶心无欺 伤自己 恶心的话就像无欺一样的害自己 伤自己 因此我们平时很多居士也好 出家人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 有些人表面上还是很不错的修行人 我们藏地有些也有这样的 一边拿着念着 一边拿传记 看起来真的是观音菩萨再来一样 但是心里面特别恶毒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害心外面看不出来 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没时没刻 或者经常的心态自己观察 你的心里面一天产生多少个恶念啊 就这方面要正知正念来观察这一点极为重要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应该知道自己的心态 我们下期后在这里 我们下期应该知道就感受到这么大的情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